而高雄捷运则是传出手中卧轨自杀的事件 一名25岁罹患忧郁症的男大学生 在昨天晚上8点多 在都会公园站要等车的时候 没想到他趁着电联车即将到站 跳到铁轨上 当场撞上列车 气绝身亡 高捷都会公园站的院台上围起的封锁线 改成单线双向通行 因为19号晚上8点多 高捷营运以来首次发生的跳轨自杀意外 而死者是一名年仅25岁的男大学生 当时电联车被上进站 男大学生一跃而下 等到站务人员紧急把他从车底下拉出时 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而高捷也紧急把班距拉长到十几分钟 有广播 就是广播说 都会公园站有人掉到轨道上 然后人员调度有问题 所以会比较晚 高捷的月台几乎都是封闭式闸门 只有试运站到桥头火车站是开放式的 现在发生自杀的意外 高捷要研议如何防止类似的事件 再度发生 四十六